讨读主话,不消灭纳灵,不藐视生言者的话,时时被灵来充满,任遇到任何的情形,主就必赐给我们口才和智慧。 好了,那我们读到这里就知道,就觉得说,哇,那太好了,这个赐给我们口才智慧,人都敌不住,搏不讨,哇,我们就得胜了,多好,对不对? 但没有,往下看,他说,人敌不住,躲不倒,但人会偷偷出卖你,还会害死你,甚至恨恶你,但主却在鼓励他们说,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绝不会损坏,因为你们要凭忍耐,得着你们的魂。 所以当遇到一些情形的时候,我们一面在生活中,时常的要注意被纳灵来充满,但是遇到情形,环境难受的时候,我们还需要在灵中忍耐,来得着我们的魂。 好,那后面呢,他又提到,这个大灾难跟基督降临的情形,这个情形,特别二十七节我们一起读。 他说,那时他们要叛见仁耻,带着能力,而大火要在云中来临。 然后呢,前面这些讲完了,后面就说,第二十八节说,只要一起有这些事,我们就应当。 他说,我们要挺身昂首,因为我们得俗的日子近。 所以呢,不用害怕,只要注意我们平常的生活。 一有这事,我们就挺身昂首。 如何能到道时挺身昂首,需要三十六节,我们说,需要一起读。 但你们要时时警醒,常常祈求,使你们得胜,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,得以在地在人时面前。 这是非常的关键,要时时警醒,常常祈求,使我们得胜。 到时就逃避这样的情形。 那当然后面还有许多,因为时间关系,我就没办法说了。 那我再提一个点,就是第三十八节。 这个主在那里,想完这将来要发生的事,也提醒了门徒。 但是他仍然在那里,不判了施教。 但是有一个时间点,是非常的关键。 我们也读到,就第三十八节。 主施教的起始时间点,就是清早。 那就是众百姓清早到殿里,耶稣那里去听他。 所以我们要时时警醒,常常祈求,使我们得胜,就需要清早听他。 然后求主怜悯我们,从我们早晨就开始,做一个清他的人。 在我们生活中,做一个灵力充满,照着灵而行的人。 先读到这边,给我们读一点注解。